- 馬上結束了 - 《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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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歡迎收看《完成》 - 歡迎白安 -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白安 - 今天白安要陪我們一整集的時間 - 她竟然都已經做到了我們主持群的中間了 - 妳為什麼害怕 - 其實我第一次住在這裡 因為以前都是站著 而且我以前都在節目的 可能比較中間才會出現 你沒有一起開唱過 沒有 所以剛剛其實應該要給你開唱 算了 好 待會兒我們會好好跟白恩 稍微聊一下他這次帶來的新專輯 還有他接下來的活動 但是在直播的最一開始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分享直播 對 因為今天分享直播 就可以送出我們的來賓簽名拍例的 而且今天來賓非常的多 所以你要幫我們分享 然後可以聽到很多來賓他們要唱的歌曲 對 今天的來賓有我們身邊的白恩之外 還有吳承陽 許莉潔 魏佳穎 尹晨優 張若帆跟李嘉歡 非常豐富的節目 所以一定要分享出去我們的直播 好 那首先 因為白恩就是帶來他的新作品 這次只花了44天的時間製作 應該說從寫歌到整個 對 可以這樣說 對 因為上一次是四年對不對 對 怎麼時間都差這麼遠 但是都是跟這個數字有關係 其實我沒有想過這張專輯 其實對我來說 四次天是一個意外先送給你 謝謝 發了新專輯 對 我之前已經送給你之後 有遇到 然後這張專輯對我來說是一個意外 因為在我今年去參加一個 叫我是創作人的一個創作節目 然後就產生了這65歌 然後就想說 那今年來發一張迷你專輯好了 對 那這次因為去參加這個節目對不對 而且還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嗎 讓你印象很深刻 讓你就可以製作這張專輯 對 其實我覺得這張專輯 如果說我的去年迪發那張1990s 是一張就是體材比較大 然後比較理性的專輯 我會覺得這是一張比較女生 然後比較感性比較多 然後它叫44天嘛 就顧名思義就更寫的主題沒有那麼的大 比較回到日常生活 那這個轉折呢 轉折就是這段時間我的心態 哇 那其實算是改變很多 對 四次間就可以這樣子了解白岸 這幾首歌曲這樣子 蠻厲害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裡面的六首歌 我跟你說一定喜歡 因為你的那個點擊率的那個費用 可能我有貢獻了幾百塊錢 你說新歌嗎 新歌舊歌 因為我真的太長 我早上起床都是聽你的歌 因為覺得很 讓人家覺得很療癒 謝謝 目前MV出來的只有一首歌 無愛無愛 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 那這次MV有合作了新的導演 對 是兩個韓國的女生 然後她們也很年輕 第一次跟她們合作 我們當了比友 當了 對 因為我們為了要溝通 我們像朋友在聊這首歌 無愛無愛想要講的事情 是關於一個心碎的故事 從心碎中重新找到自己的故事 然後我們就很像朋友 視訊了好幾個月 然後後來終於見到本人 所以其實會不會 女生導演會比較懂你嗎 就以往這樣拍攝下來 我覺得不一樣 觀點不一樣 但的確這張專輯 我希望很多東西 可以從比較女生的角度去講 所以這次看這個MV 其實它的角度 真的會讓人家覺得很新穎的感覺 很長進這些故事的東西 但是不知道妳在跟這個導演 他們合作的時候 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嗎 可能語言上面有一些隔閡或什麼的 其實我們都講英文 然後因為他們是住在柏林的韓國人 所以其實英文也滿好的 但是有時候就是那個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雖然他們不懂中文 可是我覺得很感動的事情 是在現場的時候我們 我發現他們在告訴我就是 這邊要怎麼樣 他們已經會唱 每一個段落的中文的歌詞 所以我覺得他們很用心 好用心喔 但是因為這一次 算是蠻快速的在做了這一次的專輯 然後因為剛剛也有提到說 妳去參加這個 我是唱作人這個節目 還被受邀去了上海的麥田音樂節之外 去了一趟迪士尼 對嗎 我先說那個迪士尼 到底是妳想去 還是小阿中 是被逼的 真的假的 而且妳被逼的臉也很明顯 就是完全表露無遺 應該說我 因為我從來沒有去過迪士尼 然後我剛開始就是覺得好像還好 可是後來玩的那個一些遊樂設施 就覺得很好玩 還是很好玩 妳好玩有表現出妳的臉 我覺得很淡定 所以其實妳不怕那些遊樂設施 我發現我沒有很怕 我以為我會很怕 我覺得妳旁邊那個比較怕 那妳接下來還會想挑戰別的樂園嗎 我想要去環球 我想要去環球 我想環球也很好玩 我相信 好期待就是下次妳們的那個宣傳帶妳們去好不好 好的 好那接下來今天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任務 要宣傳這個最想見到妳的彈唱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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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她宣傳一下 我在這個禮拜六會先在台中 我看一下 我在十一月十六號台中的審計新春下午兩點 然後十七號台南的藍賽圖 藍賽圖 妳自己自己也有一點 十一月十四號台北的四四南村 然後大家可以看我的Instagram或臉書 關於比較詳細的訊息 然後那天會創很多四四天裡面的新歌給大家聽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那因為白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這次只能陪我們很短暫的時間 下一次可不可以 四次個小時 我們來錄一個實境節目這樣可以嗎 可以啊 挑戰看看好嗎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支持白岸這次的新專輯 還有她的彈唱會 謝謝 再次謝謝妳來到我們完全一樂 謝謝 拜拜 謝謝 拜拜 送客送客 因為這筆記是我們家嘛對不對 那我送完客 那個板子也要 妳幫我訂一下 對我先送一下 好不好 我覺得今天這樣子坐著跟大家聊天 好像比較親近的感覺 對 對啊 長輩 什麼長輩 你說爸爸媽媽媽 好 歡迎下一位要拜年的人 歡迎下一位拜年在哪 來了嗎 來了嗎 OK讓我們歡迎吳晨洋 耶 歡迎晨洋 來 來 中間請 那個要奉茶嗎 中間請 來 晨洋跟晨洋 晨洋今天最主要的任務 其實原本她是敲定了很久 說要來宣傳她的這個迷你的演唱會 結果呢 在開賣的大概兩秒鐘就賣完了 然後我就想說她今天來幹嘛 就是還有必要來嗎 都已經賣完了 還有要宣傳嗎 沒有她今天也是要來回饋粉絲 然後跟大家聊聊天 因為大家也很久沒有看到你 對 那今天打算要怎麼回饋一下粉絲 據說好像有個許願池 這個許願池 其實我們在之前就有先問大家說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是想要晨洋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看到第一條就是說 如果晨洋今天要來卸票的話 就是裸上半身 錄我們的半集完 今天直播會是靠那個晨洋 最近有需要練身體嗎 演唱會這一塊 還是要 尤其是體力的部分 對 所以我最近可能就做很多都是有氧的部分 來訓練我的體力 因為畢竟就是有幾首歌會連著唱 所以說那個肺活量體力方面都需要做訓練 那因為這次轉折算是從演員又回到了歌手的身份 是 心情覺得怎麼樣 就會覺得這一切很像一場夢這樣子 對 因為原本我一直覺得我沒有 就是可能沒有什麼機會再做到這件事情 對 然後現在又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很感謝 而且又感謝所有的粉絲這樣子支持我 讓我就是很快的把這個票賣完 讓我更有動力 信心 可以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更好 因為剛剛在後台感覺你很緊張 覺得你應該是老神在在的感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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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很久沒做 而且我覺得大家會有一個期待 好比說你現在不一樣了 你會不會帶來不一樣的東西 對 那有不一樣的東西吧 當然啊 當然你要帶給大家 可以稍微透露一下這次的音樂會的這個內容嗎 會有什麼特別的小驚喜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都還在設計階段 對 嘴巴很緊的一位來自 對 非常非常緊 有設計表示驚喜也要夠大 因為要好好設計嘛 會 會 但是因為這次的演唱會 因為算是 花了就是一開始到籌備到現在時間慢慢接近 有特別緊張嗎 很緊張 我每天都好緊張 莫名緊張 為什麼 這個算是從操就業吧 對啊 是啊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我想要帶來給大家一些更不一樣的東西 而且加上以前我剛出來的時候是 不是我一個人 對 那這一次就是會所有focus 都要在我自己的身上 所有表演 對 因為像有時候好比說 你五個人一起表演 你可能跳舞到旁邊 你雖然動作很帥 但你可能會喘一口氣 就你不需要隨時隨地 都把自己撐在一個最高的狀態這樣 現在有一個人solo的時候 對 你就要一直撐在那個狀態 所以說沒有一秒是可以錯過這樣 所以會讓自己更緊繃這樣 但我覺得你這期間應該要先放鬆 然後到快接近這樣 又怕你繃太緊 不會啦 我覺得越早繃緊越好 就是我早點緊張 我就會越早把它準備好 這樣我就會越長的時間變 OK OK 把它好好的整理好 對 我想應該很多人有一個疑問就是 這次會唱自己的創作的歌曲 你創作曲 來現場就知道 而且我也表示 對 你怎麼真的很近 對 真的很近 而且你知道我剛剛很想講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就是太快把票買完了 到剛剛我們遇到吳承翔本人 我在想說遇到本人 在跟他說我們會去現場 然後他姨父就想說 真的很滿 就是 滿到已經沒有我們的位子 沒有 而且還想說你也太慢問了吧 對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我們有剩下的位子 我們可以站著其實 你就站在空台裡面 真的嗎 再不行我們就站在空台裡面 看背影 給我一顆燈 會啦 會有啦 會有啦 這樣子你跟你的好朋友在台上 你會不會特別的可能 為他驕傲或者是什麼 其實很 從他開始拍戲 我自己就很清楚 他其實一直很認真在做 他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我其實很替他開心 但是我自己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其實因為你 從一開始唱歌到後來去拍戲 然後到再回來唱歌 你覺得有拍戲壓力比較大 還是現在回來做歌手壓力比較大 兩種身份 目前我覺得是回來唱歌壓力比較大 對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那時候轉演員的時候壓力很大 我們並沒有覺得做哪一件事情壓力比較小 我並沒有這樣覺得 對 那只是說 因為現在畢竟我還沒有發聲 還沒有完成 所以在還沒有完成之前 我都會是很緊張的狀態 可能要那一天演唱會過後 你才會覺得 確定自己可能卸下那個心房 對 做好了 然後就相信自己OK 你那天會哭嗎 你覺得 應該不會啦 算是一個很鐵汗的人 對 沒有啦 其實我也很擔心這件事情 因為你一旦有點感動 就會Hold不住 你有一點感動的時候 你喉嚨立刻就會鎖 對 所以到底要怎麼辦 你到底要感性出去 還是理性的把它收住 我是期待我這樣第一首歌就哭 第一首唱完就哭 你是想要人家多鎖喉 然後我們就 我是要超越李久澤 對 我就會留到現場 一定要看完這樣子 好 好不好 所以粉絲可以期待一下 他今天嘴巴很緊 就是想要帶給你們很多的驚喜 沒錯 是 所以現在呢 我們要進行一個 所有人都期盼很久的單元 叫做粉絲的許願池的時間 所以大家現在可以開始留言 我們也會拿出我們的手機 來看看 我們真的要拿手機來跟大家 互動一下 但是我們在之前 就已經問大家說 大家有沒有什麼想要做的這樣子 但是上面已經有寫說 不知道晨陽可不可以幫我們唱 一小段的台語歌 就是真的粉絲有問喔 真的 你那個名字唸出來 台語歌為什麼會是台語歌 你幹嘛不相信我 我唸出他的名字 他叫 是吧 是嗎 他說我希望 如果可以的話 晨陽可以唱一首台語歌 然後他上面寫說 謝謝玩瑜 謝謝你們請晨陽上節目 至少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看到野生的晨陽 雖然無法飛去台灣看晨陽 但是希望吳晨陽可以fighting 台灣的粉絲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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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可以圓他的夢 但是還是要來一下台語一小段 可以嗎 你平常有在涉略這一方面嗎 偶爾啊 但是我怕我唱就是 有粉絲會退票 你可以唱 就是很簡單的這種 也是台語 我想到 OK OK 好 夢中的前衛 阿是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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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漂亮 好了好了謝謝 粉絲是Cue晨陽 不是超 我想他是男女合唱的 我可以幫他借一下 好 粉絲你可以好好結這一段 好不好 好 許願池上面真的有人寫說 可以小露一下腹肌嗎 真的假的 這個 就現場 現場會看得到這樣子 好 他已經說現場 所以你們自己去 自己去 也沒辦法期待他家場 如果沒有去到的粉絲好不好 我們剛剛已經幫你們爭取 問他要不要家場 但是他就說他壓力很大 他嘴巴真的很激 對啊 來 這裡還有一個代話 楊代話說 希望有更多的作品 然後看到更多的少女羊 用溫柔低沉的聲音 錄一下睡覺和起床鈴聲 或是撩妹的語音都可以 我的粉絲真的很需要你的這種 聲音 可以耶 可以做的 但是什麼 我剛剛聽到三個很奇怪的字 對 他其實要求很 那你可以選一個 少女羊 為什麼 對啊 為什麼 還太有看到你 也沒有 但好 不然我們改成五三歲好了 五三歲 然後錄一些 這個我OK啦 你可以嗎 用很溫柔低沉 對 然後錄給粉絲就是 起床 撩妹 我們這會做成一個動畫 選一個 好不好 來 來囉 3 2 1 親愛的 要起床囉 如果妳不起床的話 那我就跟妳一起睡 我的天 真的啊 誰都不要起床啊 不好意思這位太太 請問妳是 不好意思我入戲 我剛剛入戲不好意思 對 太入戲了 OK嗎 剛剛這樣 我覺得很好耶 很好很好 我跟你講這個就會被剪輯成他們的 早安的那個 對 鈴聲 好 接下來我們剛剛還有看到一個 希望晨陽可以來一個 陽世連拍可愛帥氣 樣樣來 哇塞 所以你應該很會啦 可愛帥氣 然後跟樣樣來 這樣三個好不好 可愛跟帥氣好矛盾 然後還有樣樣來 什麼樣樣來 對 它上面寫 連拍啊 但是要三種連拍 是可愛帥氣 然後還有樣樣來 好不好 我們就分三種 可愛帥氣跟樣樣來 好不好 來囉 先可愛 1 2 3 可愛 哇 帥氣 樣樣來 哈哈 欸有混合在一起的感覺 就蠻可愛的 蠻可愛的 好 剛剛粉絲有問說 請問這個演唱會會有嘉賓嗎 嗯 嗯 大家可以來期待一下 你到底 你演唱會到底要保守多少秘密 對啊 因為其實 其實我有邀請很多人 嗯 就是沒邀請你希希嗎 不是不是 對 就是年底好像大家工作比較忙這樣 不會好閒喔 最近好心 哈哈 就是想去這樣子 對 好啦 沒關係啦 我覺得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如果嘉賓這一塊先公佈的話 對啊 不是 因為嘉賓先公佈就不是嘉賓 對 對不對 而且大家主要是要看嘉賓 還是要看嘉賓 可能是嘉賓 你沒有 不是 票都賣完了 有什麼好這個對不對 一定就是為了你啦 我跟你講就是因為你們太快把 把票給賣完 所以現在他沒有辦法幫你們做一些 bonus 如果現在還剩個一兩張 他可能就會 bonus 就是說 可能還剩一兩張 所以我們嘉賓會是誰 我們會報告一下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現在大家去推 然後立刻再買這樣 不要不要 拜託 都已經秒殺OK啦 對 然後 剛剛還有問說 當天會不會簽售 就是簽名 跟售一批 我覺得還是要現場看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都還在就是 正在排練的階段 規劃 那這些東西的話就是 現場來 你就知道囉 好 其實就是要期待當場的演唱會的感覺 是啦 這裡還有那個劉育萱問說 希望可以看到成陽 可以展現他的體育長才 但你也不要太辛苦 你要他展現 然後又不要他太辛苦 什麼意思 會有嗎 也是很矛盾對不對 展現現在嗎 展現 現在 還是現在嗎 現在可以做一些 你不要太辛苦的體育長才嗎 可以啦 就是暖身他就這樣 可以是你要 要不然我就 你可以 可以嗎 可以啊 你東西會掉出來什麼的嗎 沒有啦 零錢嗎 好來 你既然都開口了 我們當然就 沒有因為這個是粉絲願望 我今天來主要就是要滿足 所有粉絲的體育 是沒錯 好好期待 好 你有需要暖身一下嗎 導力在相線身上嗎 不要不要不要 怕一下 但方向都可以是不是 天啊 粉絲趕快分享截圖 要抓他的臉喔 要截圖他的臉喔 我們先躲開來 來來來 好好讓你截 一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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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 好厲害喔 不好意思 我們後面沒有鏡頭 他剛剛有露出腹肌了 對 是我們 只有我們看到 他真的很會選方向 有啦 有練有練 好 然後剛剛 剛剛還有人問說 可以多發一些生活照嗎 因為我現在的生活照 我覺得都滿單調的 因為我每天都在練習 對 然後就很邋遢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說 就這一陣子 可能粉絲也比較辛苦 都可能看不到我的照片 他們都每天都想 拜託你發一下好不好 對 那我這邊也是 對不起大家 就這一陣子真的 沒有那麼好看 對 但是到時候 12月22號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我最好看這樣 OK 但其實說到 粉絲應該也不太介意你 好不好看 其實他應該覺得看到你 他就很開心 可能主要是我介意 喔 自己介意這樣子 對 是 但因為剛剛那個粉絲有說 那個照片嘛 我們有一張未公開的 程陽的照片 你今天要給粉絲的小驚喜 對不對 對 這個是之前的一張照片 完全沒有公開過 完全沒有 那今天為什麼特別會想要公開 主要就是節目製作組 跟我要一張 這麼簡單是不是 不是因為為了我們粉絲 想說 是為了粉絲 對 對 因為這個就是 我覺得大家會很期待說 看到 例如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 那這就是跟我當時拍戲的時候 訓練的有關的照片 好 那我們就來公開囉 1 2 3 請開 看得到嗎 這種照片你可以秀出來 然後平常私下邋遢不行 這不是這樣 對 因為這個 這只有側面 OK 側面可以 所以這張照片 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說一下 是那個時候我正在拍大三元 然後 那很久了 對 然後那個時候訓練很辛苦 我早上都要健身 然後又要練拳擊 什麼的 然後課程每天都很密集 然後那天是要上麻將課之前 然後我就睡著很累 然後這邊都睡出那個 睡痕 就是趴這邊嘛對不對 後來又換另外一邊 對 太累了 然後旁邊的人都在拍我 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幸好你沒有壓在麻將身上 不然你那個痕跡就是可能一個 對 一筒 一筒之類的 而且我真的覺得 吳承翔很大方 因為這張照片是完全靈修圖的 是耶 而且這邊還有兜兜什麼的 其實還 還好 不會啊就是男人的一面 就是胡渣 對 那這張照片可以給那個粉絲好好收場 他們真的可以解脫 而且上面 後面也放一個超大的 對啊 這可以給你們收場 我把我的臉退出好 你們現在可以截圖了好不好 我是不是很貼心 對 所以想念 承翔的一些照片 現在可以就是先看這些 然後之後就演唱 會再看承翔的本人就好了 好 那 因為承翔這次來的時間 其實也很短暫 因為他其實最主要是來 跟我們卸票一下的 那最後還是跟大家講說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看到承翔 可是如果沒有買到票沒有關係 接下來他有一個新的戲 戲劇作品 沒錯 大家就可以常常看到承翔 在電視上了 是什麼時候呢 對 在十二月的時候 我的新戲四分之三 就是即將要在十二月的時候 在課台播出 十二月十六號 十二月十六號在課台播出 所以到時候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 然後也可以上四分之三的 臉書粉絲專頁追蹤一下 然後也可以期待大家看到我 就是講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語言 來演戲是什麼樣的新戲 那一天播一集嘛 對 總共有多長 總共有多長嗎 可能要看播出 要看播出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鎖定 然後去看這樣子 對 可以介紹一下你這次 聽說是語言上 對 而且這次的角色上也是 就是比較可能 算是反派 演壞人了 對 所以說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然後又要講客家話的壞人 哇好期待喔 忽然變得 期待值變得超高 對 所以你本身就是對客語是完全 完全不熟悉的 完全不熟悉 我每次都講說 我唯一會聽到客語的時候 只有在坐捷運的時候 就是另外一個翻譯 還有坐飛機的時候就是一些 坐飛機有嗎 有 sometimes 國內線好像有 好像有 對對對 就是其實很少接觸 所以這一次也是對我來講 很大一個挑戰 因為客語是非常不熟悉的語言 然後這一次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棒的語言 也是希望說透過戲劇 大家也可以正視這一塊東西 好 那因為今天玩瑜 至少陳陽很帥氣嘛 然後幫大家某個福利 就是今天可以發一張照片 跟大家互動一下 好啊 他答應了 所以我們今天 陳陽大家可以好好鎖定 他的那個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他就有新的照片 然後還有這個 是就是我的 吳陳陽啟程 mini concert 10月22號在三創五樓 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日期 因為我曾經這樣過 就是買了演唱會的票 結果我記錯日期 18號記成8號 天啊 所以你是 講錯了8號記成18號 所以18號出去的時候 然後再看一下票 我整個 18號 對我整個臉都綠了 對對對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記錯 好日期很重要 日期很重要 日期很重要 12月22 不是12也不是2 22 好不好 沒錯 好 再次謝謝吳陳陽 今天來到 完全一樂陪伴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先News一下 今日周星哲被周刊捕捉到 以思被哥哥周宇天 口去幫忙 善後朋友團 兩人還在街頭 吵架的畫面 讓人不禁好奇 究竟哥哥做了什麼 讓周星哲生氣了 OK 其實不是吵架 簡單來講 就是那天 我剛從馬來西亞 一下飛機 就聽到他們 他們說 需要我去幫忙 然後就過去 然後發現他們 有開車出來 然後他們沒有 預料到自己 可能會喝酒 然後我就幫他們 叫代價 然後送美人回家 然後 當時真的以為 就是That's about it的周星哲 後來才知道 原來哥哥在進家門前 突然衝去路旁小便 龍鳥畫面全被錄下 後面的 今天這新聞 我自己看到 我也非常傻眼 然後在這邊也 替我們這邊 那樣的道理 對啊 那時候有跟哥哥聯絡嗎 有 但他 他現在還沒有回應 哥哥常這樣當街 就是 小便這個 沒有 看到 看得出來周星哲 相當關心哥哥 身為暖男的他 平時工作真的很忙碌 近日也替同門師姐 妹 魏如萱站台 一開始的時候 都聽到周星哲 還唱很多的聲音 後來因為有訪問 我覺得周星哲心 講話聲音 就是你在講 你在講 雅哲是不是 我說什麼 你看他是不是很好聽 對 他沒有話講 我唱歌很好聽 有 你什麼意思 他唱歌也是很好聽 都是你答片 我的師妹 然後誰加那個話 也就是 幫助你加一加那個 好的 你知道那個寫歌怎麼寫的嗎 我是 然後我想 他下一句歌詞 那個叫 要寫什麼 第一波的主打歌 其實是專輯裡面 最重的一首歌 就是叫做 恐慌症 就是希望當了媽媽之後 不是 媽媽不是只有一個樣子 媽媽還是可以很苦 還是可以很做自己 對於當媽媽已經 越來越上手的娃娃 卻自爆跟老公感情生變 現在哪一個生會 讓你感到最焦慾 對… 擔心自己看你很好 真的喔 等一下你才會跟他吵架 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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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最近一直吵架 就是等一下 等一下我回家怎麼辦 就是會吵一些小事 還是需要一些出口吧 因為對小孩都 他媽媽 你是不是 把那個負能的能量 丟給先生 對 所以就是會吵架 持住這種東西呢 那… 那不然我們就先開始 真的… 已經是你開始的姿勢了 戲還沒開拍 就急著脫衣服 即將在十二月開拍的BL劇 2020 因為愛你 找來韓國歐巴李時光 以及台灣新生代演員 張宥偉 黃世傑演出 記者會上 打完親密互動 宣告尺度不涉限 心情大 好 沒有… 不要摸他… 沒有… 不好意思 宥偉 宥偉 你心機很重 宥偉剛剛在背後講說 我手超冰的 然後就把手伸進去 哦 石剛感覺非常的熟練 好 好 有摸名字 好 二 一 開始 好 超冰的 一 二 三 神奇對開摸名字 三 二 一 就是劇 我們劇透太多 但是裡面可能會有一些比較 親密的動作 那大家一定要去觀看 去看一下我們在裡面如何 展現自己的情感跟肉體這樣子 我應該會不會展現給大家分享 我應該會不會展現給大家分享 希望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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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男首次演出 男男對手劇 劇中飾演同步異母的兄弟黨 其中來自韓國的李池剛 還將挑戰多國語言 準備撩動 母女的心意 可以 能似呼喪 哪裕 相 consegue 選擇 一 因為以往的工作演戲 或是拍廣告 其實都是跟女孩子搭 那這一次跟男生搭 我覺得那個感覺 我覺得反而比較放得開 因為可能有時候 有一些比較親密的動作 你會顧慮到對方是女孩子 所以會有一些顧忌什麼的 但是像剛剛我們的一些 一些親密的動作 我覺得那就是很放得開 很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放出來 我們也不用去顧慮對方說 會不會覺得就是不舒服 還是尷尬什麼的 因為我們其實彼此的心理 都已經知道說 就是對方是男孩子 我們可以盡情的去做自己這樣子 能跟男生對戲也是頭一次 然後我也蠻期待的 就是看會有什麼樣的火花出現 然後因為我覺得 男生跟男生最重要的 應該就是之間的兄弟情 默契那種感覺 這鬼男男CP要如何發展 粉絲們鎖定2020年的情人節囉 完全樂線外路採訪報導 好 玩瑜女子聊天室 今天邀請到這麼多組女歌手 她們來相愛相殺了 而且她們是有些人不熟 有些人熟 然後竟然要一起坐在這邊 我剛剛就是覺得很興奮 因為她們那個尬聊的那個氛圍 好喜歡 沒事 因為你剛剛也跟她們在尬聊 對 我就是想說 先了解她們一下嘛 好 那就讓她們好好跟粉絲打個招呼 行 來 歡迎第一組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陳優 嗨 陳優 接下來第二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許莉潔 歡迎莉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若帆 歡迎若帆 嗨 大家好 我是李嘉歡 嘉歡 嘉歡 最後一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魏佳穎 小魏 好久不見大 有些人是第一賽玩瑜對不對 然後有些人其實都上過 會緊張嗎 現在這個時刻 會 好像有一點 還是會有一點喔 還是會覺得那邊座位太急 不會啊 這邊蠻舒服 我像是來一下站著 這次來有沙發坐 對啊 所以就是 等一下可以就是愜意 然後你們可以吃零食 因為剛剛她們都沒吃 菲姐 好不好 那那個有體重限制的 先 先先NO是不是 稍等 對 但是我看你旁邊的船 要感覺老神在在的 她們就是已經不用訪了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 我們是新人啊 你們就是新人姿態嗎 是啊 那你們怎麼沒有來 跟我們主持人打聲招呼 我們都這麼熟 還要這樣打招呼嗎 因為剛剛就是在那個後台 然後就是 她們都有來跟我們主持人打招呼 只有陳優一直不見她們審你 你們到底在幹嘛呢 我們在那個IG上 就已經打過招呼了 這樣就好 對啊 好 沒關係 今天呢 妳被兩個人包夾是不是壓力很大 對 想說算不妨了 好啦 今天其實聊天之余 其實也要就是 你們要帶你們的新歌唱給大家聽 這樣子 但其實也有默默的 會有一些小PK的片段 對 其實你們會默默的在PK 因為才有機會唱別首歌曲 給大家聽 但是因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幫大家準備了一個 真心話的環節 這些真心話的問題呢 是由我們現場的女歌手們自己提供的 對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女人心機 在這個時候會展現出來 你們等一下會抽到 不是自己問的 就是別人問的問題 那你們也會知道是誰問的這樣子 就是說可能一天要吃飯 真的假的 當然要公布啊 會 這個老司機 等一下 陳優是不是很可怕 你這個老司機是不是很破壞的問題 我現在有點後悔 你說要親不親人 我可以改一下嗎 不行 來不及了 我們待會兒都會公布好不好 對 那 有先專輯 有先帶專輯來是不是 來 我有帶我的專輯 稍微的 謝謝 佳歡的開放世界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是小魏的 夜口裡的光 再來是 立結的 不就範 好 首先先收下大家 因為其他的兩組有別的事情 待會最後會給你們宣傳一下 好 好不好 幹嘛 現在 陳優現在心情很忐忑 因為他們不知道到底問了什麼問題 他們很期待等一下真心話 好 那等一下 因為其實還是有小PK 所以真心話其實 希望尺度能夠有一點 讓大家比較想不到 然後它是一個加分環節好不好 好 好 那第一位呢 我們要先派出我們重量級的嘉賓 就是許立結先帶來她的新歌的演唱 可以嗎 好 可以 中間有請 好 那其他嘉賓如果餓了 渴了就可以吃了喝了 好 不當KDB這樣子 是 沒錯 立結要帶的是 全玉 歡迎 不再提 如果遇見了你 跟自己 拍演得對熟悉 若關心 生活後的懷疑 會不會覺得可惜 從愛你到想你好不容易 連呼吸都要用力 從想你到終於說說而已 想也許就快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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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想你到終於說說而已 想也許就快遇見 想也許就快遇見 好晚 從愛你到想你 好不甘心 看回憶好光甜蜜 從想你到終於笑出聲音 等一心 等來想你 謝謝 謝謝 怎麼那麼會唱 我的天啊 謝謝 來 剛剛那一首歌 現在大家都還在震驚當中 對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聽立傑就是他現唱 因為其實你在那時候發編記者會 我的FB就已經被很多經濟人洗版 就是他們覺得你非常的厲害 謝謝 我今天也帶來專輯 對 這次好好介紹一下你的不就範的這張專輯 好 很緊張 真的假的 來 放鬆一下 好 介紹一下這張專輯 好 這張專輯叫不就範 裡面是這首歌不就範 是筱瑀老師幫我做的曲 那也是梓鴻老師幫我製作的 對 其實裡面有十首歌都是情歌 但就是有點都不太 像是不同面向的立傑這樣子 然後這一首歌我覺得 就是想要帶給大家的感覺就是 如果你有夢想的話 就是要努力的去追求 然後不要向世界妥協這樣子 要維持不就範的精神 OK 所以剛剛為什麼我一開始說 我們第一位絕對是重量級的嘉賓 因為這一次立傑為了不就範這張專輯 總共少掉了多少 20公斤 天哪 我也需要少掉20 你是怎麼瘦的 其實就是 說真的就是要戒掉那些很好吃的東西 基本上這些都是 放開 你看他真的是不就範 不就範在這些他的傳統的 或是自己原本自身的 安逸的舒適圈 是 對 就是跨出去那一步 那這一次不就範這個歌曲 跟筱瑀老師合作剛剛有提到 那不就範的心情呢 心情喔 跟老師合作的心情 因為當時這首歌是梓鴻老師 跟筱瑀老師邀歌的 所以那時候聽到的時候 就是只有聽到老師的demo 然後我聽到的時候就覺得 天哪 因為老師光唱那個demo 就只有鋼琴跟他的聲音 我就覺得 到底要怎麼辦法可以詮釋 跟老師一樣這麼厲害這樣 也是 梓鴻老師磨了很久很久很久 才完成了這首歌 那這樣你會很有壓力嗎 就是 超有耶 超級超級 其實到現在我都還在 有點像是在 讓自己更能適應現在 這樣子的感覺 但還是完成了嘛對不對 而且還完成了一支演技爆發的MV 天哪 是要給我們演員 是要去哪裡演員生 不是 你會唱然後又演技大爆發 說一下那個MV的感覺 好 不就範的首歌是 我覺得最困難的不是演技 我覺得是 要一直在那個空間裡面 跑來跑去的部分 體力的部分是不是 對 體力很重要 那那時候演技是 原本要哭 可是那時候哭不出來 然後化妝師姐姐 就幫我點了那個人工淚液 可是 人工淚液竟然還吸進去 流不出來我傻眼 對 真的吸進去你的眼睛就很好 你的眼睛很深邃耶 很奇怪 很奇怪 那怎麼辦 到最後就是 肢體老師當天是跟我合作這樣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就把我想成一個很壞很壞的男生 然後就把他想成前男友 可是我前男友很好 前男友很好 對 他這個好人只是 這樣講得不好 對 其實我把他想像可能前男友很壞這樣子 然後就哭了 所以其實你是一些故事進來 你是也可以感同勝受的 是 所以你反而情感那一面 你好像比較可以感受 好像算是感受力蠻強 有演言特質 對 想逼死你 沒事啦 你加油 好不好 又會唱又會演 對啊 好 那因為那個先提醒大家 現在幫我們分享我們的直播 待會我們現場所有的藝人 都會幫我們拍攝 簽名拍立的會送給你們 所以大家可以開始分享我們的直播 那剛剛麗杰表演完了 然後也介紹完自己的專輯了 我們先來讓他抽一下真心話的部分 對 真心話比較不緊張了吧 是不是 哇 真心話的統統 真心話才緊張吧 真的假的 因為唱歌不緊張是不是 因為唱歌都有在玩吧 好 好好玩 你們是不是很害怕抽到你們寫的真心話 現在大家都知道 緊張的是誰會寫到 印象最深的出球經驗 好像 要很真心的那種 不要大家看得到 我們要很裡面的那種出球的經驗 對 看不到的立結那一面 對 等一下這題好難喔 因為我其實很常在出球 所以印象都滿深刻的是不是 OK 不能破音什麼這種太一般了 那是 是誰問的 好peace的問題喔 沒人 那是誰 是我 小魏啦 你小魏的風格 小魏你出手也太軟了吧 真的嗎 還是小魏因為很多 所以想要聽一下別人的是不是 也沒有啦 就想說 想要聽看看 滿有趣的啊 OK 對啊 你自己有嗎 出球的經驗 我有啊 什麼 就是 可是不是他抽到嗎 對 我也是 現在的歌手都好聰明喔 我的天啊 我們聊一下 稍微聊一下 他一點就是提示 好 就是我之前大學的時候 就是打籃球 系隊 然後就是那種比賽 就是跟別的學校比賽 然後那時候就是冠亞軍賽 很刺激很緊張 那時候我們進攻籃板 然後進攻籃板 我剛好就搶到籃板 因為我通常都打後衛的位置 不太會去搶籃板 那我搶到籃板以後 我往對面跑 喔 臭了是不是 欸 為什麼會 妳就突然ㄎㄧㄤ掉是不是 對 我就突然傻了 因為我沒搶過籃板 對 然後就往對面跑 結果就是全場 本來很緊張 然後全部大家趴在地上笑了 那欸 那真的很緊張 會想要打巧衛 你在幹嘛 對啊 對 然後我們那個學長姐 回來就是在旁邊笑了 對啊 好 這時候莉姐也沒來聽 因為她在想 對不起 還是回到麗杰身上 還是你們那時候夥伴們有沒有 還是其他人幫她報個料 類似安全褲 不小心露出來破掉 或什麼那類的 我記得冬天的時候 但是我們比賽是冬天的時候 她就默默一個人拿到風扇 然後淹水 這應該不算粗醜吧 對 算是個人特色 對 很有特色 冬天還是很熱是嗎 對 就是別人都是貼暖暖包在身上 可是就只有我一個人拿天空扇在吹水 你現在會不會覺得棚內很熱吧 我可能燈照下來 然後講很多話的時候就會開始 就會開始 頭皮會有點熱熱的 對 OK啦 對 怎樣方向感很差 要多差 非常差 我連去比如說像這邊的廁所 我一出來 比如說我是右邊 右邊進去 可是我會直接從左邊 就是我瞬間會找不到方向的那種 你人生很精采 可以活到今天 是不是 所以你會進到男廁 是不至於 不是 因為男女就在對付 好像有過 然後會不會還上完還出來 沒有 那很誇張 我還是在站著上廁所 沒有 沒有 微微糗而已 微微 如果說去男廁就蠻糗 對 好 這個大家放心底 因為這要有點平分的 對 好 接下來要歡迎我們的 剛剛跑錯場的小衛 帶來她的新歌 對嗎 是 是 新歌是我還是不懂 OK 好 小衛就要 分一下樂器 對 小衛風格的那個 立麥 小衛風格的立麥 我風格的立麥嗎 你有聽說我很會嫁麥是吧 對啊 需要幫忙嗎 那我們先可以吃 可以 你們後面可以先稍微閒聊一下 我們可以先一邊吃 好 所以這個是什麼 我覺得第一個唱很好 因為唱完就可以吃了 真的 可是我不能吃 沒事啦 別生氣 莉姐別生氣 我要水 會不會喝水也不行 會不會喝水也不行 很累耶 太壞了吧 呼吸了不要 好啦 等一下你們姐妹可以陪伴 不要太緊張 好的 好那我們就把現場交給小衛帶來的 我還是不懂 耶 那日落之後總被再寫過了多 遍及到 那夜落之後總被淺寓 遍我能逗 那接觸走 我會再回來我的頭 但為什麼那你卻一頭不回頭 到暗色東空白色光 多少時候 是否那黃色穿著風色 外套你帶走 當所有顏色隨著你耳裡去鋪 生透明眼淚不斷滑落淚珍貨 我開始不懂你為何離開 我開始不懂我為何等待 等待誰會想起誰的依賴 只剩我在遠處獨自徘徊 都不管多數天亮的遺憾 讓那個心更曉得多依賴 那時候多依賴 直到離開 好久不懂為何會 停不下來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謝謝 謝謝小偉 來吉他杯子回來 不行 會戳到我 我坐他左邊 好我們請工作人員 先幫我們收一下樂器跟麥加 對來跟小偉好好聊這張專輯 是 好來小偉請坐 麥記得收回來 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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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喝水 剛剛那個等一下準備要演唱的歌 是 那因為小偉你先不能喝 謝謝 我先不能喝 所以你立刻要介紹你這次的新專輯了 來 夜空裡的光 夜空裡的光 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張專輯 而且這次專輯好多首歌 對 算是大放送對不對 對 對 賣12加3 對 12加3 為什麼這張專輯叫夜空裡的光 因為就是我的第一張創作專輯叫做 是什麽我躲走太陽 然後那時候是想說 就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人生很蠻黑暗的 但是想要在裡面找一些光 對 然後第二張專輯也是有呼應第一張專輯 之前是想在黑暗裡找光 那這一張專輯想說就是 看看能不能自己試著稱為那個光 有耶 你今天算穿得蠻螢光的 對 蠻像的 也是很光 我應該在裝LED燈在身上 對 其實也很符合 因為這畢竟兩張專輯是有連貫性的 是 那剛剛那首我還是不懂 其實是我們那個BL劇那一天的片尾曲 對不對 然後因為這次新專輯也一說 一發行就預購排行榜第一名 心情覺得怎麼樣 很厲害耶 就是受寵若驚 很謝謝大家支持 不會不會 因為我真心的非常喜歡這一首歌 謝謝 因為就是我平常都會騎腳踏車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要找一些舒服的歌 來聽這樣子 這蠻適合騎腳踏車 對 然後越騎越慢 什麼意思 我的中地怎麼那麼久這樣 但是就是會讓人家心曠神 因為你還沒有找到夜空裡的光 所以你找不到方向 對 我來找光 來為小衛來 跟我來光 對啊 但是因為小衛這首我還是不懂啊 算是 因為我剛剛有看了一下簡歷 其實粉絲寫了信給你 然後讓你有這個創作的靈感 情歌 我那時候其實是那個 玩那個Instagram的那個 不是有那個問答的 對 然後就是有蠻多網友 他就留言說失戀啊怎麼樣 就是很難過 那通常我都會想說 那你可以聽聽看我的哪一首歌這樣 結果那時候我就想 好像沒有情歌 之前沒有 對 所以就想說第二張專輯裡 就是收錄一些情歌 給大家聽這樣 一收就蠻 好像蠻多首的對不對 兩三首 兩三首 可是這樣情歌表示你 要有一些經驗 或者是誰的經驗來 好尖銳的主持人的問題 就像天哪 所以那時候我就去找蠻多電影來看了 然後我就看了一部電影 首詐情願 對 對 你真的有看過嗎 你真的有看過嗎 OK OK 好 當然有看過啊 怎麼都沒看過 太晚了 來不及了 假裝是有看過 但是這是第一次寫的情歌嗎 對 第一首 對 就這樣子了 就中了 就是這首 那你要多看一些電影 可以多寫一些歌 好 我回去再多看一些 好 多看一些 所以其實這一些都會幫助你的創作來源 對 但是今天不知道 因為剛剛你說你有Instagram的問答 那我們真心話不知道 讓你會不會看透人性的這一面 看透人性 然後寫出了不同的歌曲這樣 今天回去就寫一首這樣 對 真心話的歌 幫我們抽一下真心話好不好 然後歌名就叫真心話 對 然後是今天某一天來玩瑜 然後遇到的一些人生的歷練這樣 對啊 想說玩瑜是怎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小衛抽到的是 覺得在做誰比自己更會唱 不能官方 真的 不能很多個 你要講出原因 這個問題其實滿容易的 真的嗎 真的啊 因為其實我一直沒有 只有一位喔 你如果沒有然後其他三位都會覺得 都在你後面 都被得罪喔 都在你後面 你沒有想沒有這麼簡單 所以這節目可以說謊是吧 沒有 真心話 真心話 就是夠犀利 對 對 好 講一個人 講一個人 覺得在做誰比我更會唱 對 然後其他都還好 其他都沒有比你不會唱喔 超壞 自己選 真心話嘛 而且重點是他都不熟喔 真心話 對 他都不熟 他臉立刻像 誰問的這一題 立堅 不是 我原本真的 我原本想的題目是 在做誰最會唱之類的 還是宣傳就是說 那你覺得好像可以加一點東西 然後就變這樣子 宣傳 挖洞給立堅笑 宣傳是誰站出來的 是不是你 就在那邊 真的很會 而且你們互抽對方 沒有 他本來要挖洞給他跳 但是挖給我 對 所以你還是 不然立堅先回答好了啦 我們讓小衛有一點時間 立堅決的現場 誰比你會唱 剛剛互相一下 3 2 1 若返啊 那佳歡 佳歡也是 那陳優 都是 沒關係 立堅 好難 小衛 可是真的就是 我真的覺得在座 就是 不然這題改一下好不好 你覺得在座誰最不會唱的 不行喔 你是不是要說自己 好 改這題 但是不能說自己 一樣 好 麥根 好不好 OK嗎 OK 好 就這樣 好了 沒問題 這是 覺得在座誰最不會唱 來 3 2 1 1 天哪 這個真心 我非常地真心 這題也對 這題非常好 我們走著瞧 以後就不要再來玩全娛樂 好了 那最不會唱核心 那你真心的有沒有喜歡 特別喜歡 誰最會唱 對 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我之前會聽那個陳優的Cover 對 然後他們自己創作就不聽這樣 只聽Cover 然後不聽他們自己創作 也聽 也聽 都聽 等一下可以聽一下 好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小衛的新專輯 開玩笑的 好 那剛剛講到那個 陳優 對不對 眾所矚目 幹嘛這樣 我現在很緊張欸 我真的 因為現在只剩下三個題目 我很怕抽到自己 自己挖洞給自己跳 你不是因為演唱緊張 你是因為 不是 我是因為那個 我已經緊張很久了 胃好痛 沒關係 那你們還是要先演唱歌曲 好不好 那陳優今天要帶來的歌曲是 安安 我們自己寫的歌 好 歡迎陳優 一道未見的對比 一道未見的對比 回憶重複在播放 安靜的安慰的都不需要 反正我已經放棄治療 習慣對自己說 習慣忙碌掩飾悲傷 安然的安分的不找不到 嚮往的卻又拼命尋找 啊 你今天過得好不好 有沒有人聽你follow some 然後給你抱一抱 你今天過得很好 你今天要過得很好 過得不好 淺漢到後 卻不肯再打擾 才問自答 變成唯一的嗜好 謝謝 謝謝陳優 謝謝 完全穩穩地唱完了這首歌 他們兩個真的是 前輩啊 我是欸 所以你們現在演唱 應該都不緊張了吧 我們是培訓培訓很久 我們是剛出道而已 我們也是從就是很青春的女團 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因為我先跟大家說 我們跟陳優認識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有一系列 我們一起站上小巨蛋表演 就是那時候那一個年代的女團 那個年代 明明就也沒多久 對 所以我們才會因此認識 然後我那時候以為 他們很快就消失 想不到五年後你們還在 想不到 會不會講話 沒有啦 沒有 我是真心的很喜歡他們 所以他們這次有創作歌曲 跟生日音樂會 但是這個11月16號的生日音樂會 生日是代表著哪個生日 陳優的生日 對 所以這個大概時間是 幾歲生日 幹嘛 不好說是不是 說出來 年紀說出來 沒有 就五年吧 我們跟AMD同一年出道 對啊 就五年 真的假的 你們已經不在了 沒關係 我們跟陳優可以撐多久 不是啦 沒有 所以非常恭喜你們五年 然後五年一次這樣生日音樂會 對 要不要跟大家宣傳一下 其實我們票已經賣完了 好 轉票 沒有 但是現場有賣票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來支持 在那個三創生活園區 來 宣傳一下 Collabber Studio 好 所以這是生日會的 有什麼限定的演出嗎 是我們之前在 可能沒有在網路上看過 或是在你們公開表演看過的 一些特別的驚喜 會 會唱一些 大家可能覺得我們平常 不太會唱的歌 那因為之前你們在網路上 Cover那個周杰倫的那首 《說好不哭》 然後最厲害的是 聽說周杰倫本人也來按讚了 對不對 竟然 對啊 轉發現實 我們私下關係還不錯啊 你們說私下什麼關係 心情覺得怎麼樣 因為那時候比賽嘛 所以就有認識 對 有在私聊嗎 沒有 私聊 沒有私聊 嚇死我了 但是當時比賽的時候 就是站隊友一起做吃飯 所以其實那時候比賽 給你們很多經驗值對不對 對啊 你們 怎麼看你們到底要火藥味道 是吧 我就不接話 但是因為 怎麼會想要Cover這首歌 因為其實周杰倫有很多首歌 還是只是因為是新歌 然後你們想說就Cover一下 有沒有什麼原因 特別想要講一下 其實當時只是就是覺得這首歌很好聽 然後我就也想要致敬一下 因為那時候這首歌是兩個男生一起唱 就想說兩個女生一起唱 不知道會是什麼感覺 那如果現在Cue你們可以嗎 可以啊 一小段 可以啊 輕鬆啦 好啦來一下啦 這個可以嗎 他不是說可以 好 好 來 好 眼看著你難過 挽留的話卻沒有說 你會微笑放手 說好不哭讓我走 很厲害耶 宇宙為什麼陳優可以留到現在知道了吧 知道了 Andy在幹嘛 我想要問你們 沒有合音會不會死 會不會死 就是你們沒有合音會不會死 你們沒有合音才會死吧 不好意思 我們家主持人就不是那一個歌手管 對 我不是 所以我想要問就是你們會不會有那種 合音的那種 就是 可是會不習慣 會不習慣自己一個人唱歌 所以一定要就是搭著 然後有人幫你們喝一下 會覺得好像比較舒服的感覺嗎 對 比較有安全感 對 OK 好 那兩位誰要來抽真心話 怎麼辦 你自己去面對 我很好抽到自己的耶 希望你抽到自己的 天啊 來 天啊 天啊 千萬不要耶 應該不是吧 你們是一起想問題的 對 OK Oh my God 不是不是 等一下這個 這個也蠻難的好不好 這個問題很多耶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抽到的問題是 我們自己選一個嗎 初戀幾歲 專輯最遺憾的是 最近最開心的是 我先自首 這是我的啦 我以為你們會挑一個 怎麼只要你們都放上去 所以其實 他是多給你們三個 選擇啦 可是他的問題也都滿平衡的 對啊 那你們要不要挑個第一題啊 你以為很小聲就沒有聽得到是不是 我們有麥克風 主持人 相信你覺得呢 我覺得 不然一人一題好了啦 好不好 但不要 就最上面兩題啊 下面那個就算了 我也覺得最上面兩題 那你們自己 相愛相殺 誰要第一題 誰要第二題這樣 好 我第一題啊 我沒差 你沒有吧 我 哈哈哈哈 那 我有 沒有吧 你覺得我看起來很像 哈哈 我印象說你們是沒有嗎 你亂講 是他沒有啦 他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我們讓他們跟我說 讓他們自己說 我跟你好像沒有那麼熟 不好意思 我好像是 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那就是沒有啊 初戀耶 那到什麼程度 就是一個題目而已 問他 就是他初戀幾歲嗎 很少看他這麼害羞耶 好開心喔 煩耶 好 就是國一 那 那我是專輯嗎 還是最近 專輯最遺憾的事好了 專輯喔 專輯明年才會發耶 沒有什麼好遺憾 沒有什麼 還沒那些 還會發 專輯喔 所以明年大家就是 可以關注一下我們的粉絲團 那近期最遺憾的事 近期最遺憾的事 還是你們最近有吵架什麼的 沒有 好啊 好吧 那交換 直接Cue 交換你初戀是 三名最遺憾的是 刺激在那邊 好啦分享一下 都問人家 人家都回答了 對啊你也挑個一題來 對啊 好啊 打一下 交換初戀是 2 3 喂 家威啊 好像是最近的手 對 真的假的 對啊 然後現在 分了 好開朗喔 那你也要說前男友人很好這件事嗎 前男友人還不錯 還不錯 也還不錯 根本是同一個還不錯 應該不是 好 那我就放棄 今天幹嘛 你看一直挖洞給大家跳 沒有 我很喜歡就是這種女人聊天 我覺得她們很可愛這樣 什麼原因 因為 開始很認真說 遠距離 遠距離 Oh my God 好啦 大家先相愛相殺到這裡好不好 待會兒還有更 因為我們很期待陳優的題目這樣子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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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先聽好聽的歌 是 接下來若凡 一直很安靜 沒有 輪到你發揮的時候了好不好 我再默默的聽大家說話 好 今天一樣帶來新歌 對 新歌 好 帶的是 給你的歌 歡迎若凡 �若凡 很幸福 好幾難 拍照 我一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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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搭 你一搭 我一搭 你一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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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搭 一搭 我一搭 什么都听不见 你就像止语 没有言语 思绪被囚禁 在泡沫里缓缓升起 Maybe you don't need to try so hard 不用那么害怕 看不起这世界的重量 那就随着浪山长 Maybe you don't need to try so hard 不用那么害怕 看不起这世界的重量 那就随着浪山长 謝謝 耶 谢谢若帆 真的是催淚歌姬耶 有耶 因为听说她在演唱一些她的单曲的时候 也自己流下泪水 自己催自己的泪是吗 对 怎么了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是可能会想到一些以往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 也是因为这些故事 我觉得有时候唱歌 其实对唱歌是很好的帮助 所以我也不会避讳去做这件事情 就会去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分享情绪也好 但是因为那时候录制哪一首歌的时候 就是差一点泪崩 好像是如何忘记你 但其实这一首也蛮让人扎心 揪心的 因为在述说就是没有自信的自己 所以其实也是自己的心声 对自己的心声 那现在在演唱这些歌曲 会不会也让你就是会回想一些 比较负面或者是其实是蛮期望的感觉 但是 是带来什么样子 对 会有那种感觉 就是你要把过去那负面的感觉 稍微投射在里面 可是因为给你的歌 这首歌其实是在告诉你说 你不用害怕 就是心里也不用害怕 所以现在唱如何忘记你 该不会某一天 若凡接到台北跨年唱如何忘记你 然后唱一首歌就开始哭 又开始想到以前的故事 所以那时候已经强忍泪水到录制完 才崩溃是吗 对 就是唱完最后一句的时候 然后就哭这样 可是我觉得蛮好也蛮释放的 对 你是平常很硬的女生吗 对 我觉得透过你的创作和歌曲 可以让自己释放 我觉得是好事 那哭声有放在专辑里面吗 就一直录下去 有一个半小时这首歌这样子 有吗 没有 当然没有 可是因为我下个月发专辑的时候 其中几首歌很多一些音效 都是我自己录的 对 而且这次有一首歌的音效也很特别 对不对 在放上了你们的两个导师 的声音对 对对对对 宥嘉跟 敬愤老师 是怎么样的灵感啊 就是那时候 好像是我的制作人问我说 我这一生当中最没有自信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他叫我回想 最深刻 我就想到《生灵之王》 我站在台上第一次唱的那首坦白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覺得唱完 就是真的會被淘汰 對 就很沒有自信 而且你從來沒有在這麼大的舞台上 看到你喜歡的歌手 不會 我在聽坦白說覺得你滿有自信的 所以就是因為他戴著那個 我覺得戴面具們 但你心裡其實是很害怕的 那其實滿有用的 把以前的一些那時候的經驗 然後帶到他的創作 真的是滿厲害的事情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 如何忘記你這首歌是 周星哲幫你做詞做曲的 對 是怎麼邀到歌的 然後可以 有私約是不是 不是 怎麼又有私約了 有認識他嗎 有去過他演唱會而已 對 那時候有被邀請去聽 但是我沒有跟他私約過 但是收到歌的心情 當下應該很開心吧 還滿開心的 而且很榮幸 但是他這首歌寫得真的很難唱 感覺到 前面很低 然後後面很高 但是我製作人就說 因為周星哲是難高音 他算是難高音 所以他寫的歌 會特別的 就是都很 很高 然後就也很有挑戰性這樣 對 有挑戰性 那你在錄的時候 他聽過這首歌嗎 他聽過這首歌 那他的有沒有 他說他很喜歡 他很喜歡 自己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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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他很喜歡 怎麼了 他很喜歡我 的歌 他很喜歡我唱的版本 所以他是稱讚的這樣子 OK 好 那剛剛經歷過淚崩 那那個真心話 我有兩張 我好怕喔 剩兩張而已喔 我們要抽到他們 抽到他們 抽到他們 抽到他 就給你兩個選擇 左右 所以剩下一個是我的嗎 對啊 你沒得選 來囉 到底多害怕這題目 右邊好了 這個 好 來請 開 我幫你開嗎 沒關係陳優會幫你們單的啦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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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嗎 你們真的很壞耶 臭姐姐 上一次 好難聽 你們自己問 陳優自己問的問題 請問妹妹們 請問妹妹們 那你們第一次 不行不行 等一下 先讓他們問他們 你們寫的真心話的問題是 請問你 上一次老賽是什麼時候 為什麼 都要問 對 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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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反要哭囉 若反這真心話 如果回答出來 可能會得分 我一開始以為是看誰的題目 比較辛辣就可以得分 所以就想知道 OK 沒關係 你 應該千幾天 你們又在瞪我們耶 你們想說先 你們先自己先分享一下 想必陳優是很常落賽吧 不然怎麼會問人家這個問題 對啊 真的假的啦 天啊 點頭如搗蒜 你們誰的腸胃比較不好 好啦 我們問腸胃 有沒有不好好嗎 下一次腸胃不好是什麼時候 有比較好嗎 比較好聽 還是粒姐很想回答 沒有 不然就一下若反 我其實很久沒有了 很健康 很健康 對 其實我最近都滿健康的 好 想不起來上一次 想不起來 真的想不起來上 失憶了 對 會不會有腸躁症之類的 我好像有耶 你不是會有的 很容易緊張 可能就 我想一下 好像 上一次 唱校園的時候 遇到我那一次是不是 好累 對 所以後台有一些味道是嗎 沒有 就是因為它這樣 緊張到有一點反應 但我沒有去做 但我沒有去試 對 因為那個反應 它其實會有前裝後嘛 對啊 該夾的時候就夾 對 所以是OK的 其實我覺得藝人 好像都會有夾的那個特質 好了 我們不用跟大家分享 太細節 太detail 我覺得很妙 畢竟大家都是女藝人 我可以分享你的啊 我很想知道 沒關係 就剛剛好 OK 沒有 就剛剛啊 但是是順的啦 好啦 謝謝 好啦 好 最後壓軸的佳歡 今天也要帶來新歌 對不對 沒錯 今天帶來的新歌是 新歌 復約 歡迎佳歡 超級唱歌 好 最後一首歌 樹裡在海邊燈後 智青西白結構 墙上的日理停留 分手也定不落 你要幸福 我们坚持 只要你在 我会一直等你 回来 回来 白色小物举行 回来 回来 在我们的家 留守盼望 就算你的誓言最惨 我会一直等你 复原 复原 一转一弯让心 复原 复原 都在我的家 还记得吗 生命不在 以后 乌 就是那個寫詞的老師很用心的一個小小心思 但我沒發現 自己沒發現 算是送給你的一個禮物這樣子 對 沒錯 那剛剛那首復約是不是 也是問芳嗎 對 問芳還有潘佳麗還有我製作人 有正好老師一起寫的 本身都認識他了嗎 算是認識他們 對 對對對 認識他們 算認識 OK 所以這樣合作起來感覺怎麼樣 合作起來 因為我聽到Dame我是問芳唱的 所以覺得好好聽 好想要突破 所以就是反而就是也是有壓力 但希望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感覺 沒錯 而且他的故事很感人 這首歌有一個真實的故事 就是一個老兵爺爺他在海邊 建了一個白色的小屋 想要送給他的孩子當婚房 但孩子就始終沒有回來 然後老兵的故事 是一個鬼故事嗎 不是 看他越敘述越像鬼故事 然後我們燈要按囉 是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很感人 好好 繼續繼續 然後 對 然後就寫 就這個歌的那個idea 就是從這個老爺爺的這個故事來的 所以改成一個鬼故事也是合理的對不對 沒有感人的故事 但是因為 當然加歡這次的新專輯 開放世界一定非常的開心 可以獲得一張自己專屬於的專輯 沒錯 但是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有一些比較悲傷的故事對不對 對 怎麼了 跟姐姐們說 先哭一下嘛 要 沒關係不用硬哭 就是因為這次在製作專輯 然後也花很強的時間在這上面 所以跟前面的男生的朋友 好像就分開了 對 沒錯 就是 講到這邊還是還可以再哭一下 沒有啦 就是拍錄製的過程中 就是發生了這件事情 但覺得也還滿好 就是 對歌曲的詮釋 也有做了一份不一樣的 所以她也算是有一點貢獻 對 謝謝 就把那些經驗當養分啦 對 沒錯 就是要難過 但是希望可以帶入歌曲 歌詞裡面 沒錯 就是還是得成長 日子還是得過 嗯 所以我覺得好像有時候歌手 也不是說要多談戀 但是好像這些東西 其實會加強他們就是在創作上的那個 對 沒錯 所以我姊姊最近就是很鼓勵我 嚇我一跳 我以為妳要抱妳姊姊 要像我姊姊最近大談戀愛 這樣想說要死了 她希望我大談戀愛 OK OK 好好 但是這一次的那個封面嘛 然後跟MV其實去了很多地方拍攝 也很辛苦對不對 對 沒錯 就是有點上山下海的概念 但因為我個人很愛玩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我應該難不倒妳啦 對 就是攀 就是大家看的MV 就是我會在懸崖上面攀石頭 這樣子 就一步就會掉下去海裡面 大家以為有什麼吊崗死吧 沒有喔 都沒有 沒有嗎 完全沒有 對 很危險 你怎麼感覺沒有很害怕 你是很興奮的 很想玩 哇 滿酷的耶 本來是年輕的孩子 對 我們就是比較怕死 對 OK 好 那因為剛剛那個 有提到姊姊嘛 對不對 那因為出了新專輯 姊姊有說要認購幾張嗎 沒有 因為就是不好意思 因為姊姊有幫我的專輯 一起創起了一首 是 就想說版權費想要付少一點 就算了 有這個關係在上面是不是 扯平 對 就是她自己 她自己也有一些貢獻 沒有理由就逼她 好像不太對 那姊姊有沒有對於你這張專輯 有給你一些什麼建議或者是期待 評價 其實我沒有讓她聽耶 真的嗎 對 我沒有讓她聽 就是 但之後她有問我的時候 我就默默把連結送上給她 她也沒有多說什麼 沒有多說什麼 對 OK 沒關係 那一定是開心的啦 我覺得 對 好 那壓軸的佳歡 只剩下一題了 反正題目那個 陳優都被選走 應該OK啦 所以這一題是誰的 若凡的 若凡的 你還好吧 我還好 好 那我回答 開這個前 我想要宣傳一下 就是我12月1號 在 也是在Clappers 有一個 三創生活園區 好 你先邊開 然後我們看你回答 怎麼樣再讓你決定 那我先說 大家記得來復約 我的新歌演唱會 好會 好會找空檔 謝謝 好 等一下我們會 好 等一下 好 這樣 所以在12月1號 在三創 生活園區 有自己的演唱會 對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復約 然後大家可以上去 KKTX或全家賣票 票已經開始在賣了 好 大家開始來復約 好 沒問題 復約完之後 請復我們的 復真心話題 對 好 我的真的還好 最近一次為了什麼事情道歉 我好像很常會說不經意 就說對不起 就例如撞到什麼 撞到不算的話 就是真心的就是 道歉 真心的道歉 做錯事的那種嗎 是不是感到很常 沒有 最近好像蠻乖的耶 沒有 那剛剛是若凡問的嘛 對不對 若凡可以先回答一下 最近一次為了什麼事情道歉呢 那時候姐妹真的要互相 這是Cover 對 她一直問過去 然後問到澄湯 最後問到妳 好我問了 你有嗎 那有嗎 對 這個好像有一點難 最近一次為了什麼事情道歉 可能要想一下 還是工作或者是家人 還是 工作然後跟經紀人道歉 之類的 睡過頭啊 或是 睡過頭啊 睡過頭啊 或是 睡過頭啊 或是 或是 我很常就是 睡過頭 睡過頭 然後不小心就是 就進髮廊的時間 可能就不小心完了 15分鐘吧 然後就會跟髮精神說 對不起 那個我們可以洗快一點 對不起 還OK啦 妳都遲到一小時應該還好吧 妳說 對啊 她常常遲到 15分鐘還好啦 但我覺得養成道歉習慣是好事 對 但我覺得要養成熟食的習慣 要 對 再跟鏡頭前妳的髮型師道歉一下 對不起我下次會很早到的 OK 你們知道這些真心話是要評分的 你們都回答很屁實 等一下是加不了分的 對 因為你們剛剛的回答 我們會列入我們的評分標準裡面 對 因為待會呢 他們五個女歌手們 他們要進行一個肺活量大賽 對 然後到時候看誰的肺活量最長 然後沒關係其中有一組爆料比較厲害了 我們就是會幫你們加那個分數 但你們 加4秒鐘 好 OK 加4秒鐘 所以你們現在可以用肺活量來迎取下一首歌的那個宣傳 對 那我們先請我們的當家花旦宇宙幫我們示範一下 我們怎麼樣表現 待會他們要怎麼表現就是這個肺活量的部分這樣子 有這一把是不是 有啊 你看電視牆上啊 什麼 宇宙幫我們示範 分別唱完全娛樂這樣 好 幫我們示範一下 3 2 1 我覺得在歌手面前唱歌 不會啊 你們這樣完全娛樂怎麼唱齁 完全娛樂才開始算秒數 我不好說到別家的耶 沒關係 是完全娛樂嗎 OK OK 還是完全娛樂 OK 工作人員說那個是康熙來了 好 反正我們完全娛樂 然後你們就要開始拉長一點 完 完全娛樂 類似這種感覺 然後你們就要開始計時你們的肺活量 看起來是比較長的 然後我們就開始計時 你們就可以獲得你們優勝的分數 我真的會很長喔 你們確定要這樣 好好好 反正就是完全娛樂那個字 才開始算秒數 然後也不可以在完全娛樂 然後這樣 樂不行 好不好 就是完全娛樂 就開始算了 好不好 不能換氣嗎 不能換氣 換氣我們會砍你猴頭 太狠了吧 對 一換氣就砍猴頭 這樣子好不好 好 那順序是 Oh my God 先同陳優 換一個人就好了 你們可以和聲耶 可以啊 可以耶 可以耶 完全娛樂 是這樣嗎 完全娛樂 是這樣嗎 然後你就和下一個這樣 可以嗎 OK OK 1 6 7 8 完全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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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個人斷的意思 她還要 她還要 對 好 15秒 你們有算過正常的是要多場嗎 就歌手們 沒有 沒有 因為平常不會玩這麼無聊的遊戲 怎麼這樣給人家講出來 好 15秒 來 接下來麗傑 好 好 完全娛樂 好 什麼 你開始她現在壓力了 好恐怖 好好我來囉 她耳朵還沒吹 完全娛樂 好 好 差一秒耶 差一秒耶 可是她差一秒很要去啦 所以她也沒辦法 對 真的不行 不要緊那一秒 不要緊那一秒 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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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北公圍 好 若帆準備好了嗎 其實15秒都很難耶 好來囉 26秒 26秒 3秒 平常好學生 我都沒有讀書 對啊 66秒這樣子 對啊 好來囉 來 音音一定要對嗎 不一定 不一定 我剛剛也走了跟什麼樣 那我也可以 不能低喔 不能低喔 好可 確定 嗯 完全娛樂 18 15 很厲害耶 什麼那個是那種乖學生 那種成天考很好那種學生 沒有是 而且我一度想說我們要不要先收工了 繼續在那邊 先回家 會不會明天來然後她還在現場 對 還沒停這樣 對啊好厲害喔 很厲害耶 加歡 加歡可以嗎 可以回家啦 沒有欸 加歡你們加那個遺傳家裡 身體裡面只有肺而已 沒有別的器官了 那還是先扣外給姐姐 對也可以好不好 來囉 來 好 調整一下呼吸 好緊張 好緊張 緊張 嗯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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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完全 怎麼那麼短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麼都懷疑自己 怎麼這樣子而已 而且她自己懷疑自己 對 怎麼這麼短 哈哈哈哈 好可愛喔 欸有差有差 好啦 這樣後來是先多跑步 我再一次 沒關係 好小衛 是 接下來這一part就交給你囉 好 來個翻轉好不好 沒有沒有我現在有點喘 以前有打籃球在那邊 你喘片你剛剛在那邊休息了 調整呼吸囉 好調整 好 好厲害喔 裡面最長然後又最醋 最最最最最最厚 最厚 好好講話 最最厚又最最厚 最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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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厚的 最厚又最厚 就是 你那個形容詞 我會修飾一下 哈哈哈哈 只是 陸遠齊 沒有它是聲音發出來最濕 最後 最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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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小衛好厲害 小衛 小衛是不是剛剛從剛才都沒有聊天 然後一直準備 對她準備得很好 我剛剛就一直在吸氣 有準備 對 她有微微抖 然後有一點上下起 可是我真的很喘 然後最後還給我轉音的 對 對她的R&B下 吶 好厲害喔 所以剛剛 大會討論一下 因為還有加上剛剛那個真心話的爆料 反正加不加我都可以先吃了 妳先吃 可以吃了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宣傳好了好不好 重新開始宣傳一下 全憂這次來到玩全憂樂最主要的任務是 宣傳我們11月16號 禮拜六 這個禮拜六 在三創生活園區五樓 Clapper Studio的生日音樂會 安安約嗎 現場可以購票 在晚上七點半 然後六點半開始進場 好 沒有問題 接下來莉潔 好 我總共 我應該說最近期有一個 不是總共 近期有五場成品的巡迴 北中南總共有五場 那第一場的話是 11月15號就開始了 在台北敦南 那如果有詳細資料 大家可以到我的IG或FB上面查詢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 新歌首唱 是的 新歌首唱會在12月13日後台咖啡 晚上八點 那這個活動 只要憑著莉潔的專輯 就可以免費入場了 所以我們這個 你送的也可以去嗎 免費入場 真的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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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OK 大家要記得日期跟時間 接下來若凡 我的雙單曲 現在各大水平台都有上架 一首是給你的歌 一首是如何忘記 然後我的專輯是在下個月 對 下個月準備發行 OK 好 請來好好期待一下 接下來加歡 10秒鐘的部分 10秒鐘 我可以講個20秒 可以 所以我在11月8號呢 就發行了自己的首張專輯 叫做開放世界 然後呢 在12月1號呢 就會有自己的演唱會在 三創生活園區 一樣在的Collabor Studio 然後 大家就可以上去KKTX 還有全家來購買 然後 大家記得一起來賦約 耶 賦約囉 好不好大家 接下來 魏佳穎就不用宣傳了 因為她剛剛 攻擊我 攻擊 我剛剛忘記 忽然忘記這件事情 對 有20秒 好啦 讓你宣傳一下 這次 新專輯的這個 夜空裡的光 對 然後就是我 接下來有三場的簽唱會 然後還有12月20 也是在三創的 Clapper Studio 會有個人的專場演唱會 就希望大家可以來參加 好 沒問題 你去 小葳會表演20秒的 拜託你來 好啦 我會好好的 多多支持啦 支持她們的新歌 來 你要麥克風嗎 還是沒有贏 哇 小葳居然獲勝了 好 即使陳佑她們的爆料最經典 但是小葳的秒數直接超越 而且小葳的回答也是最經典的 誰最不會唱 OK 好啦 那接下來就把最後的時間 交給小葳了好不好 好的 這次小葳也要立馬一下 也是帶來 也是帶來 這次帶來我的專輯的同名歌曲 夜空裡的光 好 來 我們小葳準備一下 好 好 看你弄得太大 弄得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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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超厲害這樣子 最會記仇的人 好 讓她設定一下她今天的樂器 然後大家也可以就是 自由時間 對 終於可以開始開吃了 好不好 那麗姐的部分 我們水就再上一瓶給你 可以 好 小葳要喝水嗎 我怕你剛剛 我怕你剛剛 喔好 怕你剛剛太長 可以嗎 喔 有有 OK 好 好的 OK了嗎 等我一下 好 一起來 好 一起來 一直很逼 等我五下 好啦 慢慢來 沒關係 好 畢竟你今天是冠軍嘛 沒有 大家承讓 好 我好了 好 那我們就把現場交給小衛帶來夜空裡的光 嗚 嗚 嗚嗚 就是這樣 花裡的時光靠 你說你實斥的信仰 沒有用的方向 你是個力量 全来的閃亮 沈默在肩上 你往是澳房 恐懼在比夜漫長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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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十一十二月其实非常的丰富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到他们的官方的YouTube或者是脸书 然后就可以搜寻到相关的资讯了 对 所以没有办法去现场的就可以支持我们若凡的双单曲了 再一次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完全娱乐》啦 今天周星哲被周刊捕捉到以四辈哥哥 今日周星哲被周刊捕捉到以四辈哥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